下面的话我们进入我们的第二道题 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题目 题目的图在我们的右边 左边是我们的棋杆 两个足够长的平行光滑的金属导轨 MNPQ相距是L 和水平面的夹角是α 导轨电阻不计 磁感弹强度为B的 云墙磁场 吹击导轨向上 长度为L的金属磅垂直于MNPQ 放在我们的导轨上 和导轨接触良好 金属磅的质量是M 电阻是R 两个金属导轨的上砖 就有一个电路 电路R2是个电阻 像RL等于4倍的R R1等于2倍的R R2等于12倍的R 我们看一下 R1等于2倍的R 它是R是吧 它是2倍的R是吧 R2等于12倍的R是吧 RL呢 4倍的R 好 第一个求的是我们金属磅 下滑的最大速度多少 OK 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在下滑的时候呢 它会有电动式BLV 会产生一个电流 BLV除以总电阻 然后呢 电流再乘以BL 算出来是我们的 安培阻力 安培阻力等于下滑力的时候 应该是我们的最大速度的时候 是吧 所以呢 第一步我们要算出来R总 等于多少啊 R总等于多少呢 大家可以看一看是吧 这边有一个R 两个R是吧 加起来等于三个R是吧 这边R和12R并连 最后等于多少呢 你可以算一下 算出来应该等于三倍的R是吧 所以三加三 所以R总等于六倍的R 所以这个东西算出来 其实比较的简单 既然R总算出来 那么请问我们下滑的 最大速度多少 这个很简单是吧 我们的BLV 是我们的电动式 除以六倍的R 这是我们的电流 电流再乘以BL 这是我们的下滑力 这是我们的安培阻力 V等于MG乘以3θ 就是我们的下滑力 那么通过这个速度 我们就很容易算出来 V的最大值得以多少呢 6倍的MGR3θ 再除以B²L² 这就可以了 这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的第一期就做出了 第一期做出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第二道题 它说 当金属棒下滑距离S0时 我们的速度 恰好是最大的 那么则 我们金属棒 由氢子开始下滑 两倍的S0的过程中 我们整个电路产生的电热 是多少 一般来说 你看他问这种热量的问题 我们就要从能量的角度 去做这个问题 是吧 看看能量是怎么流动的 首先呢 我们所有能量的这个源头 就是我们的重力做工 重力做工定多呢 应该定于MG 乘以两倍的S0 再乘以一个3θ 是吧 这是我们重力做工是吧 两倍的S0乘以3θ 定于我们下落的高度 那么重力做工分成两个部分 一部分能量 它变成什么呢 它变成了我们的动能 因为最后我们做匀速 直接就弄了 所以我们的动能力 二分之一M VM的平方 是没错吧 VM就是我们刚才求上那个单 另外一部分 多余的能量呢 就全部以热的形式 在我们的电阻上释放出来了 所以加上一个Q 是吧 重力是吧 减小量 等于其他两个能量的增加量 所以这个顺子 就可以算出来我们Q的值 大家可以看一下 V等于这么玩意儿 是吧 Q等于一个很反弹的顺子 就通过它 求解出来的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 那么下面的话 我们看看我们这条期 最难的疑问 也就是我们的第三问 改变R2的值 R2等于合格的时候 我们R2上 所消耗的功率是最大的 那么这个题拿到手之后呢 同学们可能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呢 第一个想法就是 电源的电动式是E 是吧 它的电阻是R 它的电阻是两倍的R 它的电阻是四倍的R 它的电阻是R2 所以我们是可以算出来 这个电路的表达式的 电路的电阻表达式 是吧 无非是三倍的R 加上它和它并连电阻 等于我们的总电阻 所以总电阻的表达式中 是存在R2这个东西的 你可以写一下 肯定非常繁琐啊 算出来我们电路的总电阻之后呢 你看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我们电路的总电流 算出来我们电路的总电流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我们R2上的电流的表达式 算出来R2上电流表达式之后呢 我们就能算我们R2上的功率表达式 是吧 同学们可以就算一算 这个计算异常之繁琐 基本上是做不出来的 而且呢 这个想法是错的 为什么是错的啊 因为同学们有这样的想法 非常的正常 因为我们平时在做题的时候 所接触的绝大部分题目 都是电源的电动式是恒定的 所以呢我们就理所当然的认为 这道其中电源的电动式是恒定的 但是呢你仔细想一想 就会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啊 当我们的R2在改变的时候 电路的总电阻也会发生改变 电路的总电阻会发生改变之后 那么在匀速的时候 我们R2的速 我们这个AB的速度 它也会发生改变 既然我们的速度会发生改变 所以我们的电动式 其实也在不断的发生改变 那说学们会觉得有点小崩溃 说外团章啊 他说这样的话 那岂不是更做不出来了是吧 我们的电动式恒定的情况下 我们已经做不出来了 那电动式改变之后 更没办法去做了 诶 做物理题呢就得这样是吧 在变化中找不变 你既然发现这个方法特别复杂 那我们就得去找其他的不变的东西 那么这个电路中到底什么东西是不变的呢 想想看 云速下滑的时候 我们的安培力等于下滑力 2加上4倍的R分之4倍的R是吧 因为我们知道被连电路 电流之比和电阻的反比是成正比的是吧 这是我们这上面的电流 电流的平方再乘以R2 算出来就是我们R2上面的功率表达式 这个设计其实我们建议类似的 在我们去学那个 币和电路欧姆滴率的那个功率表达式的时候 我们电池的输出功率的时候 那个设计跟它非常类似 那个球集结的方法跟它也类似 所以我们在平时学习的时候呢 你背结论是没有用的 而你看你这个题目 你背Y电阻等于类组 有没有用啊 没用是吧 它没有什么外电阻类组 必须得算我们这个数的 这个函数表达式的机制 怎么办 先把固定的东西放在一起 16iR平方是吧 放在一起 再乘以一个R2加上4R的平方除以R 是吧 这么一个东西 说实话 分母的次数比分子高的话 这种函数比较难算 所以我们把它反过来 变成分子的次数比较高 把它调个根 变成什么样呢 变成这样 变成R2加上4R方 除以R 然后呢 就是一个减形的配方 怎么配呢 它是不是等于R2方 加上8倍的R2R 加上16倍R平方 我们把它配成这样 我们把它配成这样 配成R2方 减去8倍的RR2加上16倍的R平方 再加上16倍的RR2 把它配成这样的东西 所以它就变成了R2减去4倍的R的平方 除以R2 除以R2 再加上16倍的R 好 变成这样的东西 变成这样的东西之后呢 我们再来分析它的极其值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要求求P的最大值 所以我们要求求的是这个分数的最大值 所以我们需要求这个分数的倒数的最小值 所以我们要求它的最小值 它什么是最小呢 当R2等于4倍的R的时候 最完是0 所以它是最小的 所以它就应该是最大值 所以我们最重的R应该是R2 等于4倍的R 不知道在座的同学有没有人可以做出来 这个的话难度就比较大 它有两个难点 第一个难点就是 我们需要去分析电流是很令的 第二个难点在此基础上 求一个极值的问题 希望同学们能够掌握我们这一个技巧 而这个技巧在我们在之前 这些B核电路奥姆定律的 那个功率问题的时候 已经做过讲解了 那么这条题咱们就讲完了